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文字欲 为什么聊文字欲呢 因为毛主席毛泽东 诞辰 多少周年我还不知道 四川日报 他那个微博 发了一条博文 好像是配图是个腊肉吧 跟腊肉有关 那么这一下就激起了很多爱国人士 不满 纷纷声讨四川日报 要求四川日报道歉 把这个责任编辑开除 这个事在网上闹得也挺大 不过我今天在网上一搜的时候 好像都已经删掉了 图片啊,包括这些质疑的 都删掉了,删干净了 但是我找到一个什么呢 找到一个这个新东方 他那个微博发了一条 也认为是大不尽的 影射这个伟大领袖的 这么一个博文 大家看一下 说实话,这个我还不清楚这是从哪儿影射的 怎么就认定他影射了这个伟大领袖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聊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是一种比较特别,独特的一个形 一个现象 这个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啊 在网上总有这种争议 最早是那个叫烧烤嘛 说这个是影射这个邱少云 对吧 为此呢 这个造势的还被抓了还是被什么 反正被处罚了吧 后来是 当炒饭 这个被认为是 影射 毛岩鹰 那么这个腊肉 是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 对吧,等等 这个事情 怎么形成的 说来话长 对吧 咱这不是今天要说的事情 总之呢 某些这种文字图片 或者符号 跟某些英雄人物 或者是宣传的这个 对吧 正面形象 画上等号了 对吧 你说他 那就是在污蔑革命领袖 革命英烈 我不知道国外有没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 比如说耶稣 比如说这个华盛顿 有没有一些什么文字啊 图片啊 或者什么首饰啊 或者食物啊 或者什么东西啊 在特殊时期是不能用的 用了那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污蔑 我不知道国外有没有这种形象 但是咱们这个中国啊 这种形象是有了已久的 它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 互联网时代只是表现的 更加五花八门一点 对吧 更加什么抽象了一点 更加什么丰富一点 那在过去表现出来就是文字域嘛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嘛 文字域怎么来的 对吧 要聊文字域啊 要先从中国的文化聊起 再从制度聊起 这个两个互相作用下 文字域啊 是必然形成 而且不用是不行的 那我今天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啊 从文化层面呢 你看中国的文字 它是个方块字嘛 中国文字是实际上独特的 这个是绝对的 因为中国的文字啊 它最早是从伽骨文开始嘛 那伽骨文是干啥的 那是占卜用的 那是一种与天沟通的工具 是权力密码 大家把这个搞懂了 谁掌握了这个伽骨文 基本上你掌握了这个权力 你掌握了跟天沟通的这个能力 对吧 你掌握了解释权 哪儿打雷 预示了什么 哪儿下雨 哪儿地震了 预示什么 那解释权在你手上 你想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那文字 咱们文字形成的基因里面 它就带这种东西 权力 对吧 它不仅仅是一个什么 记载 文化 等等 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我认识它文字里面带的就是权力 解释权 在咱们文字形成的初期 那个巫师啊 绝对是权力的核心人物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 自补 他就不信天 不信命 对吧 他信祖宗 什么天啊 什么命啊 都可以改变的 通过努力 都可以改 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有很多证据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 生子单如孙中母 什么意思啊 你生的孩子就应该像他那样的 你也不管这个阶层插风啊 人家是天子啊什么的 不重要 对吧 我生孩子就应该这样 你比如说这个 叫彼可去而代之 你皇帝都能去而代之啊 那是皇帝啊 你是个老百姓啊 你得可以把他代之 你知道吧 我也能当皇帝 什么天子不天子的 还有什么 大丈夫 本当如此 或者该当如此 就是我作为大丈夫 就应该像皇帝那样 所以这他 中国人在权力面前啊 口味的是平等的 就是对权力的追求啊 是一样的 都想拥有权力 所以他内心呢 实际上是平等的 他没有想过说 这是皇帝 这是天子啊 咱们老百姓啊 不可能去取代天子的 没这一说 咱打信仰力就不信 对吧 当然呢 有的时候也信 怎么叫信呢 就需要的时候就信 不需要的时候就不信 总之把这个 什么天啊 命啊 当做手指 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搞个识人啊 搞一只眼 上面刻几个字 埋在对吧 泥塘里面 碰巧就被人挖到了 挖到了就是 黄天一只 识人一只眼 等到大家一大堆 然后总之 我可以当皇帝 对吧 这就是善天的意思 你们 你们能不信吗 我需要你们信了 对不对 这就要信 或者拿个纸条 对吧 写上字 塞到鱼肚子里面去 正好这鱼就被人吊上了 鱼肚子里有纸啊 上面写着 谁就要当皇帝啊 这是天意啊 你们都要信 对不对 所以说 需要的时候 他要你信 造反的时候 他就不信了 有造反的人 对吧 什么天子不天子 我先担上皇帝再说 所以信于不信 是实用 对吧 需要的时候 他就可以选择 这一点 你看 同样这个古老民族 现在那个印度 他就不行 印度你看 到现在为止啊 民间这个四个阶层 分得牢牢的 对吧 不可逾越 到现在为止还是啊 他们建国的时候 实际上听说是 立法已经把这个阶层 四个阶层啊 什么婆罗门啊 那这灯 都已经废除了吧 当然现在民间还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的文化基因 他这个群众的心理这个素质 或者是这种根基 他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东西 不像中国人从来 他就不信这个 所以在中国 他没有形成一个叫什么 什么这个 巫师这个阶层嘛 他就没有嘛 就是权力对不对 皇帝 我就是有权 就是我说了算 这再多说几句啊 所以在中国 你看自古以来 你说宗教从来 没有占到过什么 决定主导地位 咱们从来都不是一个 叫什么宗教国家 所有的宗教 都是为权力服务的 权力是拍第一位的 所以我们崇散的 也是权力 我们要的是权力 老百姓对权力的追求 是平等的 人人都有 所以在印度就不行 印度就是权力 要求你平等都不行 法律规定了 人人平等的 你们这个 它还是民主国家呢 你想想对不对 那怎么民间 它就是改不了 这个四个等级呢 所以他们的文化 它们的基因里面 它就没有平等着意识 就没有说打破阶层 说我就 逼克去而代之 甘地我就能取代它 我 大丈夫就应该像甘地呢 对不对 它没这个意思啊 扯得有点远了 咱说回了啊 这个就是说 咱们那个文化里面 咱的文字里面 就带着权力 而且咱们中国人本身就是那种 对权力的口望是平等的 人人都想 那只是不说而已 说出来有祸啊 跟人家杀头啊 所以心里想 都在憋在心里 那么这个 这巫师刚开始是几个人 或者小一小撮人 一小部分人掌握了这个 加古文 这文字密码 但是后来你看咱们这个肯定是贵族啊 甚至什么的 他们也要去学这个文字 当然刚开始肯定人不愿意教你啊 人家一教了 我吃啥就要对不对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啊 肯定不愿意教 但是你长期的这么利诱啊 拿钱啊 送黄金啊 送美女啊 他就教了嘛 对不对 总之 因为中国人他想学啊 他认为我也应该掌握这玩意儿 我也应该跟天去沟通啊 他跟印度人不一样 印度人觉得我不能去学这东西 我不能就跟天沟通 对不对 我就是贱民 但中国人不这样的 中国人觉得我 哎 你能跟天沟通 我也能去跟天沟通 哎 我无非 我就不会这字 那你教我嘛 对不对 你不教我给你钱嘛 总之 这几百年下来 这贵族他就学会了 贵族的子弟学会呢 下面这个 一样的嘛 你扩散了嘛 扩散了呢 你比如地主 家里有点钱的 我也去学啊 找人找贵族去学 对不对 总之他这个 他就有几个人掌握的这个 占卜的用的这个文字啊 这种符号 一下就传播开了 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标配 大家都要学 因为你大家都想要权利啊 对吧 你学了这玩意 你就进入这个圈子啊 咱们聊的是文字 聊文字就是聊权利啊 聊治理国家 聊治理天下呀 平天下嘛 那么就 所以说老百姓也开始 对吧 谁也不想永远做草民 所以他也要学这玩意 家里有点钱的都去学 所以说中国人你看 对这个文字啊 这个孜孜不倦的去学 那么把这一套呢 就学到了 我刚才就说了 他这个是用来 他与天沟通的 对吧 又带着权利 实际上你与天沟通啊 带着就是什么 你就是表扬赞美啊 每年都要写个什么东西 要稍寄给天啊 要寄天的对不对 那不就是说这个 现在天下太平 或者天下怎么样 对吧 然后都是你老天的功劳 大概就是意思吧 叫他表彰嘛 叫他玩命的吹 就是表扬 得写 对吧 包括现在这个什么道教啊 动不动就写个寄天的文 我不知道那怎么说啊 就是总之 那个书法还写的好 然后那文章文采写的好 互相比 看谁写的好 那个文采不就是拍马屁吗 就是谁把老天的马屁啊 拍出花儿出来 谁就写的好嘛 对吧 看谁拍 拍的高明 然后还是看谁字写的好 然后一烧 一粉 上天收到了 权利加上拍马屁 这是一端嘛 对吧 另外一端 那就是造反嘛 那就是批评嘛 对吧 能表扬 那表扬的不够的 那就算是批评 对吧 等等吧 你就是往后 那还真批评呢 那就是批评了 导致这个 你看中国的读书人啊 有了文化 有了 对权利有了梦想 那他读书本来就是追求权利嘛 但是往往他也没有权利 对吧 那么 怎么办呢 倒不是说他造反 他也不敢造反 他就对这个 他有心里心怀抱负啊 心有胸有天下 对吧 什么庙团之高 江湖之远 总之人家要发表意见 要对这个专制统治啊 表达自己的不满 或者意见 那对这个专制统治来说 我要的就是表扬 对吧 是认可 你老是批评说咋回事啊 不就是想造反嘛 所以不允许批评 那么这个这些知识分子啊 基于现实 他也不敢大声批评 你批评叫杀头 那只能什么呢 只能那我就隐喻吧 对不对 我也不直接批评 咱们约定成俗 先搞个符号出来 我们聊到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在影射 担惊社会 对不对 大家都能懂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受众啊 也是这个文化熏陶出来的 那么大家呢 就约定成俗了 这个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 写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读的人就觉得 你这个你看清风啊 清嘛 清朝嘛 对不对 大清嘛 不识字 确实是啊 你说他们都是满足 大山里来的 文盲 野蛮 大猎的 对不对 哪懂我们 对吧 中华文化几千年 他不懂啊 你看他不懂 他还跑来直手画脚的 还要编看戏字典 还要说解释 还要说让我们怎么念书 不就胡整嘛 是不是意识 一读的人就明白 你看 他就这么理解了 那么作为统治阶级来说呢 受不了啊 你这还得了 对不对 那就是杀嘛 抓嘛 文字玉嘛 那么文字玉 有人说了 那你可以通过其他手段 你就规定了什么不能说 什么能说啊 不行啊 他没有办法规定啊 比如他一规定了 这个不能说 他就说别的 说别的 关键的关键 受众他能懂啊 受众跟这个写的人 大家受的都是一种文化熏陶 都明白什么意思 所以你统治者 统治阶层 你不管怎么规定 人家想批评你的人 都能表达出来 而且关键的是 受众都能看得懂 你这个单权的人就非常难办 单权的人 你看 他无非就是什么 三条路嘛 第一个叫 让你不能 让你不想 让你不敢 这三种办法 不能什么意思 不能就是说 让你都不认识字 你没法表达了吧 那也不行啊 你看人人都会字了 你不让他学 那也不行 你说 所有人受众也不认识字 写的人不认识字 那这个字又变成 极少数人掌握 一样的道理啊 变成巫师 有新的一个阶层 这个是叫逆转 是不可能的 这条做不到 不想 不想更做不到 不想 你说让他读书的人 不想权力 那人家读了书 就是想权力嘛 你说不是不想权力 那怎么行呢 人家读了书 就是要胸怀天下 就是要对天下进行 对吧 治理 你不让人治理 那能行呢 不想那也做不到 只能选择不敢 不敢是什么 不敢就是恐怖统治嘛 就是杀头嘛 文字玉嘛 对吧 他也没有手段说 给你限定说 什么样叫 不能用 什么样的字不能用 什么时候不能用 什么样的字 他没办法规定的那么细 他只能规定说 皇帝的那个名字 你不能用 有对吧 有避讳 这个不能 好 那我那个不用啊 我不犯法 但是我别的开始 隐喻 暗讽 这些手段都用上了 这个统治阶级没有办法 只能杀吧 恐怖吧 就让你自己不敢 你不敢了 你就没有办法这个隐喻去了 对不对 寒煞涉影 走不到了 你看 我这么一说大家明白了 就文字玉他就这么出来 最后选择不敢 那么文字玉实际上 要怎么解决呢 文字玉就说 我认为从文化方面 这个也不是一天 叫一日之功 冰冻三尺啊 非一日之寒 你一天两天 一时半会儿 解决不了了 中国人已经习惯这种表达了 你可能且要 多少代人去慢慢改 第二个是制度层面 制度层面说什么意思 就是言论自由嘛 舆论要翻开嘛 你言论自由了 舆论要翻开了 我就没有必要 趋力拐弯的 那么去表达 我就直接可以骂嘛 你皇帝不对嘛 做的不好嘛 你下台吧 换一个吧 可以直接开始了嘛 你要言论自由 舆论这个对吧 翻开 但即便这样 你也不能马上就达到效果 那可能也要 多少代人 因为中国人都 都已经金了 你知道吧 怕了 谁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像 请君入瓮呢 还是像什么 欲擒故纵 引蛇出动 对吧 中国人都怕这个 读书人读的书多了 这也不明白吗 所以说 你得好几代人 你得这个坚持 言论自由 舆论开放 那才有收到效果 收到效果 达到个什么程度呢 达到一个就是说 一个你不需要这样隐喻 第二个呢 你的受众啊 已经看不懂你这些隐喻了 就是大家都已经 习惯了直接表达了 你在处理拐弯的 我也听不懂 听不懂 你不就达不到你目的吗 没有用啊 那不自言自语吗 他从两个方面 把那个解决掉了 一个你不需要这个 趋利拐弯的 寒烧摄影的 去表达 第二个呢 你寒烧摄影的表达 没人听得懂 人家受众 不接受了 那这个以后 这个自然的就 把它根治掉了 但这个需要很长时间 我觉得 在中国人这个文化状态下 你每个200年 改变不了 那结合到那个 当下啊 就现在 我们说回到这个 腊肉 蛋炒饭这个 对吧 他也不是说 你 你就不能提腊肉 比如说 你平常时子 你可以说 蛋炒饭的 但是某一天不能说 然后呢 这个 也不是说某一天 就谁都不能说 那有的人可以说 哎呀 人家不理你 但是有的人 你就不能说 你比如说 单官的 比如说什么大V 你有影响力的 还反贼 你标签是反贼的 你都不能说 但是你 普通的老百姓 小草民 微博上 没有粉丝的 你说 你说 说呗 没人搭理你 所以说 他也是区分的 但是问题在哪呢 很多人呢 就把这个 比如说 像政府举报啊 对吧 像有私举报 说这个 对英雄人物的 这个污蔑 犯了哪一条 哪一条 不禁 应该要把他们抓起来 要严办 要他道歉 要他丢掉饭碗 等等啊 举报 但是有私举问题在哪呢 毕竟现在新社会了 他没有办法去 去处理 你一个弹炸饭 这边 毛鸣的生日 或者诞成 或者毛鸣的这个 驱事 你发个弹炸饭 警察把你抓了 这个不太好弄 你知道吧 就不太好定罪 是知道你是 可能是 这个 影射了 寒沙摄影了 但是也没办法 直接定罪 他跟那个 罗昌平 还不一样 罗昌平人 直接说了 说这个 是傻屌的 是吧 这个一大堆啊 人家 好 抓住了 你看 有罪 对不对 诬蔑革命英烈 但是我就配个弹炸饭 就诬蔑了吗 你可能 你不敢这么说吧 所以对 这个当局来说 不好管理这个事情 不好出手 想出手 也与法无拒 那怎么办呢 有人说了 那你立法呀 问你这法没法立呀 怎么立吗 文字玉 本身就立 不好立法嘛 就说你看啊 我就以这个弹炸饭为例 你弹炸饭 是诬蔑毛鸣同志 好 国家把法力立 你在那一天 你不能发弹炸饭 不能提弹炸饭 对不对 好 老百姓都得遵守 可以呀 这没关系 你立嘛 这是你的权利 对不对 好 你立完了 那文字不能写弹炸饭 那我发图片行不行 图片说不行 对吧 弹炸饭的图片就是不行 那好 那我发一碗米饭 加一个鸡蛋 行不行 方法吗 你说行 对不对 你用你法律规定 是弹炸饭 我这还不是弹炸饭 一碗米饭 一个鸡蛋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马上就要做弹炸饭呢 但是受众能看得懂 一看着明白了 你看又是在隐射 隐射这个毛鸣同志 这不就是在做弹炸饭吗 但你法律怎么办呢 你怎么管呢 你说我发个米饭 一个鸡蛋 你就要抓我 所以他没办法弄 米饭和鸡蛋你抓我那行 那我 我一麻袋道子 这边一个老母鸡 对吧 配上 那你说你抓不抓我 这算不算是诬蔑 你说这不算 这个不算 对不对 那别人就可以理解 你看道子 它不就是要做米饭的吗 米饭 这边鸡 它不是要下鸡蛋的吗 鸡蛋给米饭 那不就是蛋炸饭吗 你看 这还是在隐射 这个毛鸣同志 你就没有办法 你最后就无休止的扩大 扩大了什么 扩大了最后就是什么 比如说有人 天天 一天发五条微博 结果毛鸣同志 牺牲的那一天 他一条微博都不发了 也不行 你这就是隐射 最终是会走到这条路 因为你这 你肯定不满嘛 你天天都发 你为什么今天不发呢 那就是不满 不满 你这就是隐射 那你就得抓 之后就变成 对吧 一个这个局面 所以他 政府 他没有办法去管 政府 现在所以说 这个 爱博人士 毛粉 都举报 举报导致 政府没有办法呢 最后就一删了之 把你举报的一个删掉 把你发这个 腊肉的也删掉 把你所有的 跟这有关的删掉 不让你说 他也没办法处理 只有一删了之 对吧 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这个中国啊 是在这一块啊 我认为 是中国比较特色的 特有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在国外 即便有 他也没有这么累 这种现象啊 会持续下去 永远持续下去 就即便言论翻开了 舆论自由了 那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还是有大量的人 会这么去做的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